好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非凡英语YouTube课堂,我是Michael 那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带来我们PTE成绩单分析讲解的listening部分 首先相信啊,很多同学对于我们PTE成绩单都不是特别的明白啊 尤其是听力部分啊,有的时候自己感觉考的还不错 但是出来之后这个成绩就很奇怪很差 但是有的时候呢,自己感觉不太好的时候成绩单居然出来还不错啊 所以说绝大多数啊,很多拿成绩单来找我的同学基本上都是下图这个表情啊 啥玩意儿啊,咋回事儿啊,对吧,成绩单真的是看不懂 那希望今天这节课呢,能够帮大家解答大部分关于听力部分成绩单的疑惑 那我们闲话不多说,接下来就开始 首先呢,在这里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份的成绩单啊 听力分数从67分啊,到78分的都有 然后呢,其他的阅读,口语,写作呢,也是五花八门 包括下面的这个enabling skill也是各式各样的都有 但是唯一的共同点呢,就是听力都没过 这个时候之后有同学会问了啊 听力总差这么几分啊,差这么一分啊,四分三分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其次,还有这个底下的小分 对于成绩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 比如说我们看第二份成绩单啊 他的听力是72,然后他的小分 90,90,90,74,76,90 好像都还不错啊,除了这两个稍微多扣了那么一点点分 其他好像都还好 但是再看第四啊,第四列的这位同学 他的成绩单,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小分 其实是比第二列的同学差很多的 对不对,69啊,这个90,85,这个90,79,45,82,90 好像几乎都不如这一列的 但是他的大分,他的听说读写这次想都比第二列的同学有高 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成绩单出就出了,没有过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很多同学都希望能够根据自己这次的成绩单 能够从这面分析出自己薄弱项目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到底怎么样通过询面来分析我们自己的薄弱题目 进而攻克它来提高我们的听力分数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一一进行解答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听力部分的题目都有哪些呢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得到啊 有SST, thin blanks, halonine cry words,以及 reference detection 当然还有剩下的这些选择题,对吧,这四道选择题 那我们其实这几张图啊,它的面积基本上就是这个题型它占的比例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refunddetation占了相当大的部分 但是呢,我们先要讲的并不是refunddetation而是SST 在讲SST之前呢,再跟大家补充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就是说听力部分啊,尽管说这些题型啊 给听力部分,是听力部分的全部题型 但是听力部分的成绩并不完全由他们提供的 除此之外啊,大家看了口语部分的讲解话应该会了解到 口语部分的repeat sentence, retell lecture,以及 answer your question 这三个题呢,对于我们听力部分也会有20到30分的加成 而具体能加多少呢,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口语这几道题型做的如何 那这里我们就不多赘述了,但是希望大家先知道这一点啊 口语对于听力部分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我们SST的评分啊,评分细则 首先SST这个题呢,总共是10分 那分别从内容,格式,语法,词汇,评写,这五个方面一一进行评分 每个评分项的满分呢,都是两分 而内容分的评分要求呢是,评分的这个标准呢 是我们内容的覆盖程度,而格式分呢就是自首50到70个字 这两项啊,我们一般来说,估分的时候都按照这个内容分一分 以及自首分两分来算,因为绝大多数这一项都是这个分数 而剩下的语法词汇以及评写呢 它根据这个官方OG上面的评分原则 都是取决于我们到底有没有语法错误 而这三项,我们是能够根据我们成绩单上的enabling skill啊 进行估算的,我们的成绩单上第一项 enabling skill第一项就是gramma 下面还有vocabular以及spelling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讲怎么样来根据成绩单 大概估算啊,自己SAT到底做的如何 首先我们来看这份成绩单 我们先来看一眼它的语法分数 71分啊,满分90,它得了71分 其实是存在一定语法错误的啊,不是特别的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评写分数 哎,86分啊,几乎完美 满分90分,只扣了4分 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任何的评写错误 对吧,相当的不错 那再来看它的词汇分啊,66 那也就是说呢,存在一定的词汇搭配错误啊 也就是几乎,因为我们想想满分90分 它呢,66扣了将近35分的分数 也就是将近一半的分数 那就说几乎所有的题目啊 所有的写作题目,包括SAT都有词汇错误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一个SAT的估算 这个估算的原理是什么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根据它正面上的语法分数啊 大概算一下它整个正面语法分 平均得了多少分 然后呢,按照这个百分比 换算到那个刚刚我们看过的SAT评分项的两分里面 最后加起来大概估算一个成绩 比如说这位同学 他的这个gram的分数是71 那就是说gram大概是得了61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PTE的它的0分是10分 对吧,所以说它的gram大概是得了61分 那大概换算到这个两分制的话 大概就是1.5分 依次我们进行推算啊 大概这位同学的语法1.5 评写的2分,词汇的1分 最后呢,内容和格式分别按1分和2分计算 也就是说10分的满分 这位同学大概得了7.5分 距离我们目标分数啊 9分还有一定的这个上升的空间 也就是说这位同学需要好好练习一下SST 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成绩单 同样啊,我们先看一眼 它的听力分数是76啊 好像就差这么3分了 来我们看看它的enabling skill 首先,语法满分对不对 完美,没有任何问题啊,满分 其次呢,再看它的词汇分90分 也是满分啊,也是非常的完美 然后呢,是拼写分啊,75分 稍微差那么一丢丢,对不对 但也不是说很差 几乎是还OK可以接受的分数 那最后我们再来进行估算的话 它的SST啊,就是 2分加2分加拼写分1.6分左右 最后再加内容加格式 最后8.6分 平均下来大概是8.6 实际考试呢,我们说这个是估算分数 实际考试可能会有偏差啊 这个具体什么问题呢 需要带我们这里啊,来上课 然后把你的SST写出来 让我们老师看了 我们才知道你具体的SST是OK 还是说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问题 至少从这位同学的最面来估计 它的SST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因为它跟我们的目标分数9分 也就差个0.4 几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同学来问了 那既然它的SST做得这么好 对吗 为什么它听力还没过呢 对吗 那它听力没过到底是哪个题呢 对不对 不用急啊 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解 其他部分题型到底是怎么样 是影响这个听力分数的 首先我们还是看这几个成绩单啊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哈 这个同学你看 它的EnableSkill几乎都是满分 只有一个vocable稍微丢了一丢丢分数 但是它的听力还是不够分 对吧 那EnableSkill都不低 为什么听力分数还是不高 或者说还是不够呢 这个时候就牵扯到 首先第一个点 我们的听力分数 至于我们的目标分数 到底差多少 我们以79为目标分数为例 对吧 那么大概我们跟79分能差多少呢 这个差的分数啊 就能一定程度上呢 体现我们剩下这三类题 我们刚刚提了Ref-Ombutation SST Fing Blanks 以及Halinka Words 排除SST之后 Fing Blanks Halinka Words 以及Ref-Ombutation 这三个题到底做得如何 对吗 OK 所以说根据我们大概划分啊 划分为这个 跟目标分数差五分 五分以内 比如说这两位同学啊 这三位同学 或者说五到十分啊 比如说这位同学 以及十分以上 根据这三类啊 我们依次对于你的Ref-Ombutation Fing Blanks 以及Halinka Words 大概进行评估 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个成绩单 比如说这位同学啊 刚刚这个成绩单上的第一位同学 他的听力分数是67 对不对 也就是说他处在这个第三个档字 跟目标分数差距十分以上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他的Enabling Skill啊 Grammar满分 Spelling稍微差一些 Recapular也是相当的不错 也就是说其实Enabling Skill啊 还不错 SST呢 可能会有提升的空间 但是非常的有限啊 并不能说能把他的听力分数 从67分直接提到这个70分以上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刚刚说到了 他的听力分数呢 距离79分还差12分 那这12分到底出现在哪呢 刚刚提过的 Right From Detention Fing Blanks 以及Hinecowards 那怎么来确定这三个 到底哪个好哪个坏呢 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 他的写作分数啊 这65个 是比听力要低了分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听力部分的 Right From Detention Fing Blanks 以及SST 是会对写作有加分的 对不对 而且我们以及这位同学 SST好像写得还不错 那这个问题就出现在哪呢 Right From Detention 为什么 因为他的听力分数啊 比写作分还要高 那按说听力 如果给写作加分的话 绝大都是同学啊 他们的听力分数 是比写作分数要低的 因为他们的分数 他们听力分会加一部分到写作上去啊 并不是说写作分 听力分扣掉 加给写作 而是听力分这部分的分数 还会再额外给写作去加 那这位同学并没有加到这个分数 那也就是说 他的WFD 包括Fing Blanks 因为这道题也会给写作加分 都做的有一些问题啊 问题比较大呢 是Right From Detention 因为Right From Detention 占的分值最大 也就是说 这位同学啊 要想从听力本身来去提分的话 那一定要好好去做Right From Detention 以及Fing Blanks 对吧 那具体的问题呢 需要还是那句话 需要让我们老师来挨个帮你过一下提醒 找到你的问题所在 那最后要提点 就是我们刚刚提过了 口语部分对于听力也会有加成 但是呢 这位同学 他的口语分数已经是满分了 也就是说 基本上呢 不会再给听力啊 有任何多的加分了 因为他的口语分数已经很高了 所以说这位同学要想提高你的听力成绩呢 需要找到WFT的问题 以及呢Fing Blanks问题啊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份成绩单 来 这个成绩单呢 是属于第二个档次 对不对 他的听力分数是72分啊 跟目标分数大概只差 6到7分的样子 同样我们先去看他的Enabling Skill 跟上一个成绩单一样 还不错 对不对 这个Grammar 90 Spelling 74 Recabulary 76 比上位同学稍差一点 但是同样 他的SST能给带来的提升 似乎也不能 把他的这个听力分数提到79分以上 所以至少SST对于他来说 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刚的啊 首先听力部分 同样啊 跟79分还差7分啊 不多也不少 再关注到他的writing啊 他的写作分数 诶是比听力要高的 那也就是说这位同学 他的WFT和Fing Blanks 至少问题没有上位同学那么大 对吧 那这位同学的问题在哪呢 这个时候我们关注到 他的阅读分数啊 只有72分 这就牵持到了我们第三个提醒 Harlan Cut Words 这个提醒啊 不光给听力加分 还会给阅读加分 所以说这位同学 他是极有可能 Harlan Cut Words做得不好的 同时 因为他的写作分数 因为他的小分还不错 而这些grammar vocabulary spelling 以及written discourse 这次像是写作的分数啊 对不对 看过这个写作那一趴的同学 应该知道 他们是写作部分的 这个小分 那说明这位同学 作文应该写得还不错 那为什么 他的写作只有80 那当然还是因为 这个听力给写作 加分的这一部分提醒 有问题 可能是refermentation 也可能是Fing Blanks 当然 最有可能出问题的 是Harlan Cut Words 所以这位同学啊 对于这个成绩档来说 他的Harlan Cut Words 比较大的可能出问题 以及refermentation Fing Blanks 应该至少有一项 是出了问题的 那具体什么问题呢 还是一句话 需要我们一个个过完 才知道 好吧 那最后再提一下 这位同学的口语分数 89分啊 同样相当的高了 那也就是说 口语部分 能给听力加到的分数呢 也不太多 所以对于这位同学来说 他可能需要 再加强一下 首先阅读部分的 本身的技巧 本身的加强 除此之外呢 就是refermentation Fing Blanks 找到问题之后的 进行一个弥补 以及Harlan Cut Words的加强 当然 这位同学的选择题 我们刚刚说的 除了这三类题 四大提琴之外的选择题 应该也是有问题的 好吧 好 再看这个同学成语 这个同学成语点厉害了 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懵啊 哇 这位同学 Inibon Skill 全部几乎都是满分 口语 写作 也都是满分 对吧 阅读也过了 就差听力这么一点点 那我们没关系 不要急 我们还按那个步骤来 首先 先看Enobling Skill 完美 不多说了 非常的高 然后呢 听力就跟这个目标分数 只差三分了 对吧 就差这里面一角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刚说了 他的口语已经满分了 所以给听力 基本加不了什么分 而写作也已经满分了 那说明他的refermentation Fing Blanks 应该也是做得非常的完美 问题到底在哪了 我们刚刚提过了 还有四大选择题 对吧 只有可能是这四大选择题 做得不好了 那事后我们对于 对这个同学进行采访的时候 也确实发现 他的slight missing words highlight correct summary 以及多选和单选题 做得都比较差 做得都比较差 所以如果同学 是这样的成绩单 那告诉你 你呢 就只能靠这几道 听写 这个听力部分的选择题 当然哈 也不排除 这前面说的 这四大提前 可能也会有问题 但是这个具体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同样没有办法通过成绩单 看得出来 需要具体把题过完之后 才知道 好吧 所以相信呢 讲到这里 呃 绝大多数同学 对于我们成绩单 到底是怎么样去分析啊 这个成绩单到底 为什么这次高 那次低 应该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 所以说我们最后呢 对于这个成绩单分析 进行一个总结 总而言之呢 就是这几个部分 首先是我们先看看 自己的innovation skill 到底决定自己的SST 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 如果差的话 那首先SST 是我们需要提升的一部分 其次呢 就是根据我们目标分数的差距 我们大概能推算出来 我们那除了SST之外的 那几大提醒 做得到底如何 尤其是refermentation 对吧 然后呢 再加上听力写的部分 这个分数的关系 大概能分析得出来 写的部分 这个到底吃到了 多少听力部分的加分 也就是说 我们WFD到底做得如何 那最后呢 再考虑其他的科目 其他的科目 具体做的情况 来找一找 有没有可能 给听力再加到分 或者说Helenker words 这些提醒 说有可能做得不够好 好吧 OK 那我们听力部分的 这个成绩单的分析介绍 就讲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我们今天的讲解呢 能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 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 能解决大家 听力部分成绩单里面 遇到的问题 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